第八尊智商菩萨 见唐义 为义则会上 表尽重 无等无能 罪上甚至 智商表 智慧 罪上 表这个意思 为得 广大不思一致 如来 古地上 无种智慧 这说了两种 到后面经文 我们会读到 如是 无上妙之 超出一切了 古民之上 那么这些 智慧 德能 向好 都是 自信 本聚的 不是从外来的 那外面 没有一法 为什么 一切法不离自信 全是自信变的 真的 会能打死 看透了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何其是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的体就是自信 所以万法跟我们自己 是一不十二 这是大臣教理的 最深奥的密意 薛大臣 要从这个地方 起入 知道一切众生 跟我是一体 然后什么 无云大慈 同体大悲 大慈大悲 自然流露出来 真心流露出来的作用 就是慈悲 真诚心 爱护一切众事 关怀一切众事 照顾一切众事 帮助一切众事 成就一切众事 没有第二个理由 众生跟我是一体 众生迷什么 这个真相不见了 现在众生 跟众生对立 不是一切 是对立了 对立就坏了 对立 就会竞争 就会斗争 就会战争 到最后 同归于尽 实际上 同归于尽 不是万了 要是万了 就没死了 同归于尽 来世再来 这是英国经商所说的 云云相报 深深深事实 没完没了 就干这个八戏去了 苦不堪言 就是不知道四世真相 四世真相是一体 知道一体 什么事都没有了 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对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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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给你走